前天马来联盟主席阿兹万丁在一场为新都庙骚乱事件中殉职的萧整员阿迪讨回公道的集会上 口出狂言 不但以建民巴里亚来称呼首相署部长瓦塔木迪 还扬言 如果警方不马上采取行动 他们将会攻击巴胜警局 警方正对他所发表的言论 昨天已经把他逮捕了 并在今天带到了巴胜法庭申请严寇 今天早上大约9点 马来联盟主席阿兹万丁乘坐警车抵达法庭 他身穿蓝色衬衫被扣上手铐 下车没多久就不小心在众人面前扑倒在地 十分狼狈 被身旁的人扶起后 阿兹万丁表现淡定 跟随其他几名扣留者步入法庭 一路上还是热情的和在场的咨询者打招呼 阿兹万丁的代表律师英兰 随后三记者表示 阿兹万丁会被扣押四天直到星期天 并在两项刑事罪名下接受调查 我们前几天就提到 509之后在以巫统伊斯兰党为首的 马来保守势力煽风点火之下 国内的种族气焉高涨 那这股势力一直在司机反扑 一抓到机会就会发表极端的宗教啊 种族性言论 试图煽动本来就已经非常敏感的种族关系 那所以这次阿兹万丁在警方事前 严厉警告下 依然还是敢敢的发表这样煽动性的言论啊 是一个公然的侥幸行为 警方绝对不能姑息 必须要马上采取行动 那必须要在这星星之火燎原之前 把它扑灭 必须要用行动告诉那些 肆意操弄情绪的个人或团体 不要再随便挑战警方的底线了 509之后的政治氛围啊 已经完全不同了 现在警方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如果再有政治干预 大可公告天下 那509前我们常看到有人动不动就出来煽动种族情绪 那个常常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红山君领袖加玛啦 还有那个喜欢到别人家门前去摇屁股的拳王阿里 那他们在509前啊 都是得意洋洋 非常高姿态的发表恐吓性和煽动种族情绪的言论的 但事后 这些人他们却可以大摇大摆啊 一副看你奈我何的态度 那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嚣张呢 因为他们背后有武统撑腰 因此从来就没有受过严厉的对付 每一次都无罪释放的 还记得吗 几年前的流碟广场捞烟广场的暴动事件 那本来也只是一宗偷窃案 但后来就是被有心人士煽动成华人攻击马来人的种族事件 这一次也是 本来只是一宗土地商业纠纷 后来因为萧整员阿迪的死 又演变成了印度人攻击马来人的种族事件 更让阿兹万丁这些人找到了机会 发表煽动性的种族言论 那真的很嚣张 就是敢敢挑战警方的底线 这些人在509后在巫统失去政权之后 他们就失去了依靠 现在是希望通过煽动情绪 制造族群对立 让社会不安 借此来推倒西蒙政府 509前这些人是有恃无恐 因为巫统这些政治人物 他们为了自身利益 对那些会导致种族还有宗教尖锐化的言论 他们是视若无睹的 甚至还鼓励他们这种行为 那大家都知道 玩弄种族宗教情绪是最廉价的政治手段 所以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警方 必须要采取严厉的行动 去对付那些煽动种族情绪的人 那这样做才可以杀一劲百 铲除这股歪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